今天为你分享的是销售洗脑 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洗脑这两个字的时候 都会下意识地想到传销 认为它不是好东西 其实不然 洗脑它并不都只有坏的一面 洗脑作为一种思维引导 它能对人的认知进行定向的引导 让你在内心对这个认知更加坚定 当你能在短时间内 向你的顾客进行这样一种思维引导 走进他们的大脑 控制他们的思想 让他们主动打开钱包 那么你就能够轻松地实现这本书的副标题 把逛街者变成你的购买者 好了 说到这儿 相信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等不及了 要了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叫做销售洗脑的书了 那么 接下来我将分成三部分为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这本书 分别是购买动机的秘密 演示的套路和如何促成成交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 购买动机的秘密 探索顾客关于购买动机的秘密 其实解答的就是顾客为什么会购买的问题 推动他们完成付款的秘密是什么 我们先来想想顾客为什么会购买东西呢 答案就是因为有需求 有需求 有了欲望 有了欲望 就有了购买动力 所以说 归根结底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去掌握顾客的需求 了解清楚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只有对症下药 才能要到病除 而想要了解客户的动机 拥有极强的探寻和沟通能力 就非常重要了 就比如 顾客想要买一条宴会穿的衣服 你不知道也不去通过询问 发现顾客真正想要的 而一直给他推荐舒适居家服 那么即使这件衣服再好看 顾客也不会购买的 所以说 我们只有了解了顾客要买的真正原因 才能使顾客需求得到满足 然而在向顾客探寻购买动机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注意提前做好充足准备 还要注意我们问问题的技巧 这就需要我们在提问的时候 要学会提问的方式 问之前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很多人都觉得 做销售只需要随机应变就好了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一个顶级销售员之所以能够成为顶尖的销售员 那么就是因为他懂得做好销售前的准备 那么关于准备方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他主要有两方面的准备 分别是产品内容以及竞争对手 我们可以想一想 作为一名销售人员 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那就是报错价格 我就遇见过这样的事 买一件衣服 聊得很好 疑问价格也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在最后付钱的时候 销售员结账的价格和他给的价格不一样 我表示疑惑并且询问 销售员于是连忙解释道 是他记错了价格 之前搞活动 现在呢恢复原价了 你说这个购物体验它能好吗 所以说熟练掌握每个产品的价格 也是非常重要的 产品内容除了价格之外 卖点和特点也包括集中 在进行销售之前 作为销售人员 我们应该充分了解我们自己的商品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产品不够彻底了解 那么我们就无法向客户介绍 每一款产品的特点和卖点 也就不能针对每一个客户的需求 来推荐符合的产品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准备工作 那就是了解你的竞争对手 如今消费观念和过去的消费观念 有明显的不同 人们花钱更为谨慎了 都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 以及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 所以人们通常会货比三家 对同类产品进行价格 外观以及功能上的比较 就像你有时候会听到顾客说 拿哪家的产品就比你家便宜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可千万不要一直反驳客户 说我们东西好 一分价钱一分货等等 太宽泛了 拿不出具体你比人家贵的理由 就没办法让顾客下定决心 买你的东西 这种时候 你需要具体地给客户讲解 自己产品为什么贵 它多了什么优点 别家为什么便宜 如此条理清晰地给客户讲清楚 扬长臂短 客户就很容易对你产生信任 并成功交易 其实顾客对我们的产品挺有兴趣的 只是每位顾客在买产品的时候 都会在价格上对不同品牌产品进行比较 这时你要做的是向客户强调和突出产品的独特之处 并且强调这些优势是竞争对手没有的 不可替代的 切记 千万不要诋毁竞争对手 不要为了辩护自己的产品 而大肆诋毁竞争对手的产品 我们要靠实力去胜 在如今的社会当中 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激烈竞争 销售行业更是如此 我们想要比别人有更高的业绩 想比别人更加成功 那么我们就要比他们更加的努力 所以销售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就一定要做好 这将大大提高你成功的可能性 做好了我们自身的准备之后 我们就可以向顾客发起进攻了 去探寻顾客购买的动机 在询问的时候 要注意几方面内容 千万不要踩雷 第一个 不要急着一上来就问顾客想要什么 然后一股脑的来介绍一堆东西 东西太多 接受无能的话 顾客只会选择换一家 所以我们要学会慢慢来 先和顾客建立信任 信任是通过你提问时关切的语调 和回答顾客时热情的支持来建立的 如果顾客信任你 他就会很郑重地对待你的建议 购买你的产品的可能性 也会提高很多 第二个 我们不要问顾客准备花多少钱 顾客他自己当然是有预算的 而且可能他不想让你知道 你冒昧地去问 这就相当于 你想去窥探顾客的隐私 有的顾客他就会反感 你只需要满足顾客的需求就好 而且如果你问了顾客的预算 那就无形中限制了你今天的最高销售额 因为在买东西的时候 买卖双方都一直记着那个数字 看的东西买的东西都不会超过他 反而没有那个无形的枷锁 说不定顾客就会消费更多 避过了销售询问的坑 那我们就来看看书中关于询问的最重要一个技巧 那就是学会正确使用封闭性问题和开放性问题 先来看看这两个名词的定义 封闭性问题指的就是那些只用是或否就能回答的问题 就比如说你喜欢蓝色还是白色 你喜欢的是这个款式吗等等这类问题 这种问题让我们得不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把问题和答案都限制的太窄了 我们只问了顾客是喜欢蓝色还是白色 却忽略了顾客可能喜欢红色呢 那么你无形当中就失去了一个顾客 不过这种询问方式还是有优点的 那就是你可以控制话题的方向和内容 还有一种问题是开放性问题 这种问题并不能轻易地用是或否就能回答 它需要运用叙述 说明论述式的语言来回答问题 这种问题通常从这六个词和一个短语开展 分别是谁 什么 哪里 为什么 什么时候 如何 以及告诉我 比如你喜欢什么样颜色的衣服 你这个买来是送给谁 等等这些问题 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得到大量的额外有用信息 这两种问题我们要学会灵活的交替使用 但我们想让客户回答问题 要尽量地选择封闭性问题 以此来把握话题的方向和内容 以便顺利达成交易 而对于我们要交谈的问题 我们要尽量选择一些开放性问题 找到顾客感兴趣的点 从而来将我们的产品介绍得更加清楚 让顾客一点一点地接受我们的产品 从而愿意去购买 关于如何询问对方的问题 我们就先告一段落 接下来我们来回答问题 上面说的那些是我们向对方抛出了问题 然后对方回答 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使用这个模式 一直的询问会让对方很不自在 感觉我们在像对方查户口或者审问犯人一样 我们应该适时地也回答对方一下问题 这不仅可以非常自然地夺回一些主动权 把握一下话题方向 也可以通过向对方回答一些听起来 就很专业性的东西 让自己看起来很专业 一个高度专业的销售 会让顾客下意识地产生信任 除了偶尔回答一下客户的问题之外 我们还要机智地插入几句赞美的话 因为每个人在聊天的时候 都希望得到对方的肯定和回应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顾客就会觉得你非常重视他说的话 从而对你产生信任 并愿意和你聊得更多 那接着成交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首先了解顾客购买的动机 要学会去问 注意要把握在不同的时候 选择不同的询问方式 是开放性的问题 还是封闭性的问题 此外还要给予对方回应和赞美 用这种方式来和对方建立信任 从而顺利成交 简单一句话来说 就是探寻问题 顾客回答 以及我们支持性去回应 那前面呢 我们讲了关于探寻的一些知识 通过问答赞 我们已经准确地了解了 顾客需要什么 以及为什么需要 并且和顾客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 那接下来 就是销售中最关键 也最有趣的一部分了 那就是向顾客进行演示 为什么说是演示呢 其实你向他推荐一件产品的时候 就是你在表演的过程 你能不能让你的观众相信你的表演 前面探寻部分做得好 我们就能准确地了解到顾客想要什么 那么在这一部分 我们就能更加准确地知道 要向顾客演示什么 一般来说 顾客买东西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信任 另一个是价值 关于信任 是在前面探寻部分建立的 而价值呢 就是我们演示的重头戏了 在这一部分中 我们将详细地来介绍一下 产品的价值 当顾客了解了产品的价值之后 价格什么的就没那么重要了 在向顾客介绍价值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自己这两个目标 那就是让顾客认可价值 和激发顾客购买的欲望 那下面我们来分别看看这两个目标 在向顾客介绍产品价值的时候 大可不必把产品的所有价值 都一一给顾客介绍 我们要根据顾客的需求重点 来介绍顾客可能想要知道的价值 在介绍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词汇 要有说服力 也要积极正向 让顾客爱听 比如免费 健康 容易 新款 以及保证等等 这些词 能让顾客对你的产品产生兴奋感 因为他们从这些词里面 都看出了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利益 调查显示 顾客愿意购买的很多原因 就是感觉从这次购买中获得了利益 由此创造了很多价值 所以我们还要偶尔地将产品的特点 转变为利益 直白地告诉给顾客 比如 这件衣服是白色的 在阳光下不容易吸热 夏天穿呢 会凉快一点 这件衣服的特点就是它的颜色 那利益 就是让顾客在夏天感觉凉快 很多时候 顾客就是很喜欢听这种 明确的利益的 有时候 你一直在说自己的产品 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点 这在顾客听起来 都是感觉很缥缈的 而明明白白的利益 却是他们实在抓在手里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 不仅要向顾客传递 我们产品的价值 还要告诉他们 会从中获得利益 让他们听完有哇塞的感觉 不买就亏了的感觉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目标 那就是激发顾客购买的欲望 关于这一部分 我们有时候可以用一些小技巧 比如 故意制造稀缺 进行限时抢购 或者饥饿营销等等 以此来吸引顾客购买 但是 最简单 也最有效的方式 莫过于接下来 将为大家介绍的 这五个小技巧了 第一个 是把重要卖点 放在最后来介绍 在向顾客介绍产品特点的时候 不要一股脑地 把突出的一般优点 都一起说出来 要有一个适当的节奏 产品可能有很多特点 但我们要把最重要的 放在最后 否则 等到了最后顾客 对你的产品提出异议 而你却无话可说了 我们要学会 在和顾客进行聊天的过程中 一边拿出我们的底牌 一边从顾客那里 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 且对方都参与的过程 如果你一开始 就出了王诈 那么最后 你就会因为底牌太小 而被淘汰出局 学会将卖点 留在最后面接上 这样不仅可以制造出 一种神秘感 掉足了顾客的胃口 还吸引着顾客 想要继续往下了解 我们的掩饰 第二个 是让顾客参与到 销售过程当中 在进行产品销售的过程中 我们会有 有型产品和无型产品 两大类 有型产品 即顾客可以看得见 摸得着的食物 像这种产品 我们在销售的时候 一定要让顾客 去亲自感受 勤深地全面体验一下 产品的特点 接触得越多 则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就是让顾客感官 去说服顾客的大脑 这也是最容易成功的 这个方法 针对无型产品 也是一样的 虽然产品 我们可能摸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让顾客 参与到我们的演示当中来 这也就是我们的第三条 演示时 假设顾客此时 就拥有产品 让顾客有更强的代入感 那此时 他们就会对这个产品 有一个情感投入 这种情感投入 会加深顾客 对于产品价值的认知 也会增强顾客 想要拥有这个产品的欲望 比如 顾客想买相机 我们操作给顾客看 和顾客自己操作感受 会有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 没有参与感 就没有获得感 就会对这个相机很挑剔 那亲自感受了之后 这个相机 一些显著优点 就会在顾客的脑海中 留下一个印象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条 恭敬地对待你的产品 当我们在介绍产品的价值时 我们还要在言行举止上 表现出我们对产品的爱惜 我们不能一边说着 这个产品有很高价值 而一边对它懒懒散散 我们或许已经和产品 相处了很多时间 但顾客却是第一次见到它 第一印象 往往在顾客心中占很大的分量 我们对产品越是真实 那么产品在顾客心中的价值 就会越高 最后我们来看看第五条 千万不要因为比较 而扼杀顾客对你店里 任何东西的热情 有的时候顾客可能会问 为什么东西都差不多 但你们家的价格 比别人家的要贵一些 这个时候别嫌烦 别直接说我们贵 肯定是有我们的理由的 这样一来 顾客可能会转身就走 我们应该仔细地给顾客解释 价格贵 是因为我们生产成本更高一点 但是这也带来了很多好处 就比如我们的原材料质量更好 生产工艺更加精细 细节的处理也很到位等等 这些原因都造成了我们的价格 比别人家稍微高一点 但是高的这一点价格 买的这些特点可是赚大发了呢 上面我们讲了关于演示的一些知识 当演示结束时 顾客已经对我们的产品很动心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乘胜追击一鼓作气 签下订单 做一场没有成交的演示 就像是写一部没有结尾的小说 从这一句话 我们就可以了解 促成成交也是非常重要的 错过了顾客心动的最高点 再想说服顾客签单 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毕竟很多机遇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促成成交呢 那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分享书中最重要 最简单的四个方法来攻下这座高山 我们可能听过很多人都说 最好的成交方法就是 我要不要给你包起来 你是现金还是刷卡 但是本书作者觉得 这只是一般销售 顾客要什么 你就销售什么 这样你就没有把销售做到极致 而最好的销售方法是什么呢 你在这一单谈得差不多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附加销售 什么是附加销售 书中给我们这样一个案例 顾客看中了一套沙发 觉得这款沙发还不错 但是只是一直表示很满意 却丝毫没有买单的样子 再这样下去 顾客等会儿转身走了 这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就要提醒他 看得差不多了 现在该买单了 但是该怎么提醒呢 直接喊顾客来付钱 这可是不行的 我们需要迂回一下 比如我们可以考虑对顾客说 这个茶几的颜色和这个沙发特别配 这种色调是经过大师搭配的 你看要不要把这个茶几和您的沙发一起定下来 如果顾客觉得这个茶几没必要买的话 他就会买单这个沙发 但如果够幸运的话 顾客可能会两个一起下单 如此一瞬间两笔生意都成功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法 那就是二选一促单法 当顾客很明显表现出购买信号 但是又有些犹豫不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二选一技巧 这种方法让顾客在要么这样 要么那样这两个正确的答案中进行选择 通常情况下 顾客都会选择其中的一个回答 而不是给我们一个否定的答案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因为他不论选择我们给的两种选项当中的哪一种 我们都是最终赢家 这种技巧会帮助顾客少费点脑力 从而快速做出购买的决定 所以这也是一个促成交易的好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方法 那就是主动催单法 这种方法一般用的人比较少 倒不是它有多难 只是他需要一些勇气罢了 但这恰好是很多人不愿意付出的 不过这个方法经常是解决顾客 犹豫不决的最有效方法 当你察觉顾客内心十分纠结的时候 先别急 放松自己 面带笑容 轻松地问问顾客 怎么样 这个产品好吧 现在要结账吗 说话的时候别太僵硬 要带一点幽默感 就像是朋友之间的随意闲谈一样 很多时候 顾客都会因为欣赏我们这种坦率的态度 而决定下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办法 那就是极限低价促单法 这个方法可能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在销售过程中 顾客不免会和我们讨价还价 此时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赶紧使用这个方法 此时局面对我们非常有利 我们就可以向顾客表示 要去征询领导的意见 然后找一个角落待一会儿 接着回来告诉顾客 说不可以 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这种时候 顾客都会很满意 很愿意去购买的 即使你刚刚其实并没有向领导 询问什么 前面我和大家分享了 促成成交的四个小方法 分别是 附加销售法 二选一成交法 主动成交法和极限低价促单法 这四个方法将大大的 促进我们成交的成功率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销售洗脑